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6月8日,汪小飞被拍到在酒吧门口与好友热聊的画面 这也是汪小飞在与大S的离婚风波后首度现身 照片中,汪小飞身穿白色上衣 从酒吧出来与好友会合之后 又站在街边和好友聊天,笑容满面 看起来心情很好 似乎并未受离婚风波影响 不少网友留言称 应该是和大S应该也是重归于好了 但也有网友认为,汪小飞应该只是抢颜欢笑 不想把伤心事表现出来 在夜会好友之后 汪小飞在6月8号的凌晨发布了一条动态 是一首歌的歌名《Live Before You Love Me》 汪文的大意是在你爱我之前离开 结合之前的离婚风波来看 汪小飞在凌晨发布,似乎是暗含深意了 众所周知 这两汪小飞和大S的婚变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6月5日,台媒铺大S嗦嗦小飞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引发了许多网友的热议 两人结婚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 一直以来感情都是比较甜蜜的 所以突然爆出离婚的消息 让许多网友都感到十分的惊讶 接着有媒体求证汪小飞 她却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 随后大S妈妈否认离婚称 只是夫妻俩吵架 汪小飞也再次发文称 是因为担心家人 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主动向老婆低头 而汪小飞的母亲也在直播时 否认了儿子与儿媳离婚的传闻 她表示谣言止于智者 儿子好着 儿媳妇也好着 全家都好着 难免有酸甜苦辣 对于儿子与儿媳不会离婚非常笃定 本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但没想到大S 向自己的好朋友柴志平表示是真的 但是我很好 谢谢柴姐的关心 表明了自己想要离婚的意想 而且据媒体报道称 汪小飞及大S身边的友人曾透露 大S所在去年 就已经慎重考虑与汪小飞离婚 原因是两人的个性和价值观不合 且双方都无法妥协 但后来大S的子女隐忍了离婚决定 结合大S妈妈所说的一番话 不难猜出大S似乎真的存了 要跟汪小飞离婚的心思的 汪小飞在当天连续发多条信息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后发布动态表白老婆 爱所有的家人 我老婆是第一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没多久汪小飞就把这条动态删除了 而现在更是有网友发现大S取关了汪小飞 其实从汪小飞的反应来看 她很明显是不愿意离婚的 而大S方估计也是正在气头上 就像其母亲所说的那样 需要点时间才能想通 尤其是两个当事人分隔两地 许多事或许见一面就能说清了 最后 提醒大家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谢谢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